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自己照三个 三个姐姐刚刚出来工作 哥哥有个度会症 中六毕业了 待业在家里 暂时找不到工作 小朋友六岁 现在回小学 早上照顾他在居住饮食 下午他放学 我又接他放学 今晚晚饭又开始煮 煮完又要睡一会儿 又差不多 一天都是 好像一个人不够 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制度的结构 是为伤身家庭而切的 他预认了你 要有一个人照顾家里的人 另外一个上班 早上晚上都可以 单身家庭是家庭功能的缺失 出去工作又是你 臭小孩又是你 做家务又是你 他们只能够可能选择其中一样 因为身体差 整天都出出入入医院多 所以又不方便 接这么多工作做 又要照顾小朋友 我们又没有拿中换 其实说是省省洗 真的不是够洗的 而现在做 姐姐出了来 再帮她轻了 所以我就没有压力这么大 我们担心家庭 有病了 去了医院 都还要担心她 小朋友没有人照顾 有什么事都是自己去解决 他们要求的不是联敏 而是说有适当的支援给他们 比如科与托管 是否可以在学校里面做 幼儿服务 是否可以做得足够一点 我们小朋友都不会说 自己没有爸爸的 始终是怕被外面的人 看小啊 歧视啊 好像去学校啊 报名啊 我们写单身呢 他都收不到我的小朋友 最后我的小朋友 都是靠教会 帮我们写封信 帮我遞封信 他都收了我的小朋友 我觉得是有分别 你说平等 真的不平等 公司没有文 所以我们都不说这些东西 就是避得就避 那些老板 肯不肯请一个单身家长 去做事呢 隔离轮舍呢 可以是多些呢 是看回这些家庭 如果真的需要照顾的 是不是可以是 给多一点点的关注 由政府至到民间 地区可以帮这些家长 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 我想很多家长都可以 跟相亲家长一样去上班 都可以帮助 做事呢 都可以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